大樓完全倒塌的責任也必須要追究 現在有住戶在臉書上披露了 位在ABC洞的1到4樓的燦坤商場 房東一次在出租之前 打穿了隔間牆還有洞柱 影響到結構的安全 而燦坤11號下午出面強調 2004年開始成租店面 絕對沒有調整樑柱的結構 回顧倒塌前的圍觀大樓 台南正在罹難者的老友 陳佩玲直指 早就察覺大樓異常 根本不能住人 大樓狀況多 而且還傳出 內部早就遭到違法改造 圍觀大樓受災戶正秀林 臉書PO文爆料 圍觀大樓曾租給燦坤 作為3C大賣場 而燦坤房東為了賺錢 打穿內部ABC洞1到4樓 內部所有間隔牆與洞柱 造成這次骨肉親情 生死相離的災難 而最新11日下午 蔡英坤召開記者會議 懷疑2004年台南永康店 開始成租時的照片 並強調 絕對沒有做過任何 樑柱結構的整修或異動 我們沒有做任何的修飾 或者改變 它是不是要打通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看到 原來的設計圖 我們去成租的時候 就是這個現狀 牆壁有沒有被敲掉 柱子有沒有被敲掉 老實講 我們看到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被敲掉 強調成租時 就是維持原狀 但對於當初接手成租時 ABC洞是否有打通並不知情 蔡坤更表示 自己也是受災戶 店裡3C家電幾乎全毀 損失超過千萬 其實裡面的物品 包含我們的裝潢設備 損失出估超過1000多萬 那如果事後檢調單位偵辦 事實上證明是房東的造成 那我們當然會依法提出求償 一場地震造成天人永隔的悲劇 大樓結構何時遭異動 是否真為房東所為 後續真相還有待檢調 持續調查 郵件TV周宗貞 葉思米楊昭辰 綜合報導 字幕志願